最近有个美国悬案调查团队发出声明 说终于查出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真面目了 谁是黄道十二宫杀手呢 他号称是美国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杀人狂 而且多了将近半个世纪 警方都没有抓到他 在60年代晚期 自称是黄道十二宫的神秘杀手 突然出现并且接连作案 犯下了超过37期的谋杀案 并且他的刑事相当嚣张 还自制密码信件寄给媒体 而里面大多是一些挑衅的内容 但警方大规模出动 就是拿他没辙 到了1974年 黄道十二宫杀手又突然神秘消失 是死了吗 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没人知道 而他的真实身份 也成为了上个世纪最大的谜团之一 现在却有人跳出来说 揪出黄道十二宫的真身 这是真的吗 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谁呢 1969年9月底 一对小情侣开心出游 开着车带到一处偏僻的湖边野餐 想着到人少的地方不会被打扰 但他们开心没有多久 不远处突然出现一个不速之客 他的手里拿着枪 原本情侣还以为只不过是想抢劫的歹徒 只要交出钱财就没有事了 奇怪的是 这个戴着面罩的人 拿出绳子交给女生 要他把男朋友给捆住 接着掏出刀朝两个人门开 面罩男离开的时候 在小情侣开来的车舍 用笔留下一个记号 而神秘商手的真实身份 也成为了上个世纪 最难解的秘密团之一 最近有个专门调查宣案的YouTube团队 号称解开了美国史上 最恶名昭彰的脸序杀人犯 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真面目 而这个黄道十二宫杀手 正是前面提到案件里的 神秘猛念人 这星期我们在《Busfeed & Sol》 正在描述《The Zodiac Killer》 现在我们在第一次的犯罪 当时还似乎是一个好想的 但现在我们在这里 在黑暗中 这就是一个专门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结束了 听得到好 好,来看吧 在最后六十年和七十年 《Zodiac Killer》 被杀了南加利福尔业 杀了至少五个人 并认为被杀了三十七个人 要了解黄道十二宫杀手 必须先把时间 盗回1968年的十二月二十号 美国加州的贝尼西亚市 发生了杀人世界 一对情侣遇害 不过警方调查现场 却没有走到比较有用的线索 只能暂时勾置 相隔一年 在1969年7月 同样也是一对男女 戴了尼和迈克 把车停在高尔夫球场 两个人在车上谈情说爱 他们没有注意到 一辆车停在旁边 一个遮住脸 看不清长相的男人 朝他们走来 两人还在找到生存 但只有Majot would survive Majot was able to make out the face of the man who shot him and described him as a young white man approximately 26 to 30 years old stocky 200 pounds or larger about 5 foot 8 with light brown curly hair and a large face 戴了尼送衣不治 不过迈克 就比较幸运 脸颊 胸口 脖子 还有好几个地方 都被警察打中 却奇迹似的见回一命 警方察觉到 这和前一年 发生在贝尼西亚市的案子 手法非常相似 推测 有位恐怖的杀手 但他说他说 我希望报告一个犯罪 如果您走一辈子 在Columbus Parkway 您会找到孩子 在白色的车里 他们被刮到 9mm Luger 我当年也杀了 那些孩子 第二起案件发生没多久 三件报社收到匿名信 自称是犯下案件的凶手 并且附上一份408个字符的密码 要求报社要把这份文件给印在头版 否则他还会继续杀人 直到凑满12个被害者为止 于是就有老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称号 光勇看的完全不知道这些密码藏了什么内容 专家发现密码包含了七种字符 有摩斯密码、海军奇遇、占星记号 还有一些凶手自创的文字 证明了他绝对不是泛反之辈 而是个高智商、犯罪分子 正当中央情报局忙着破译密码 发生了开头提到的凶杀案件 胡判优惠的情侣被神秘人拿到乱头 女生惨死 而男生没有想起要害 火的下来 自此开始 整个地区被恐惧隆重 大家都知道 有个叫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疯子 到处杀人 有些地方还时时宵禁 要居民晚上尽量别出门 受害者不断增加 警方几乎已经动约全部人力 却连黄道十二宫的影子都没抓到 完全被傻得团团转 之后黄道十二宫又陆续办下了好几个案子 并且还不断气息 坦赫卡到警局 完全就是一副有刃有余的样子 二天后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gets another letter that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b driver Paul Stein's murder and includes a piece of Stein's blood-stained shirt Even more horrifying the letter also included 而后续 其实还有好几起 一次是由黄道十二宫杀手所办下的案子 但都无法确定是他做的 The Zodiac would continue to send letters before stopping in 1971 only to send his last letter in 1974 where he claims to have killed 37 people and bizarrely reviews his viewing of the Exorcist 1974年是暴社最后一次 接到来自黄道十二宫杀手的来信 他在信里自称杀死37个人 在那之后 他就消声秘迹 再也没有记信 也没有出现 类似手法的杀人世界 仿佛十二宫杀手就这么人间震发了 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真实身份 一直是上个世纪以来 最难解的谜判之一 当然警方也曾经锁定过好几个嫌疑人 不过都无法确定 其实 Robert Graysmith 是一个政治图片 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他变得了聚集中 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后一年纪的研究 Gray Smith wrote two books entitled Zodiac and Zodiac Unmasked that heavily implicate Arthur Lee and Allen as the Zodiac 一位常年调查 《十二宫案》的旧情深 既事报 政治漫画家 罗伯特 出版两本 有关《十二宫案》的书 内容强烈暗示 有位嫌疑人 亚瑟里 就是十二宫杀手 除此之外 还有更致命的证据 再加上罗伤 Alan也在买了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研究 包含了同样的 刺客用了 尽管这么多试证 都指向李就是凶手 但故意的是 在2002年 旧青山警方 通过最新的技术 踢去了 当时十二宫杀手 寄给爆射性上头的DNA 还进行比对 和李的DNA 并不符合 排除了 他涉案的可能性 Alan的DNA 比对2002年 DNA的DNA 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 这并不符合 另外还有人 曾经跳出来 指约自己的父亲 就是十二宫杀手 第一个评论 是由Gary Stewart 他相信 他的父亲 Earl Van Best Jr. 是《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是《San Francisco Chronicle Chronicle》 Gary Stewart 推出了一本 《The Most Dangerous Animal of All》 这幅论论 Earl Van Best Jr. 扮演作为 《Polstein的破案》 而最终的 杀手 有了 最终的 贝斯特 也因为证据不足 没有被定罪 射公杀手案 争议超过50年 最近又有了新的进展 the so-called zodiac killer became known as one of america's most prolific serial murderers who terrorized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n the late 1960s investigators have struggled to put a face to that name for years and tonight some answers and it is all thanks to the case breakers it's a group made up of form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ficers 知名破案youtube团队调查者是由40几位前调查员记者和情搜专家组成的 专门调查那些几乎被放弃的案件希望找出解答 they believe that gary francis post is a very strong suspect to be the zodiac killer 患者们花了许多时间搜集证据并且推论出一位美国前空军波斯提就是黄道十二宫 他们挖掘出波斯提案房里的照片经过比对确定身份 另外波斯提的前额又到伤疤和根据幸存者口述画下的十二宫杀手素描不谋而合 只不过波斯提在2018年就已经过世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黄道蛇宫杀手 我们也无法确定 这个争议超过50年 美国史上最恶名昭彰的脸序杀人犯 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